大家好 频道 欢迎大吉 一个死刑犯呢 在临行前大喊 气昂下留人 我要戴罪立功 我要赎罪 我要检举揭发 结果真的是牵扯出了一宗啊 被深埋了两年的重大案件 案情跌宕起伏不断反转了 今天我们就重新梳理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把时间拉回到2007年 2007年3月6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勒市 凌晨一位村民史维春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说你的侄子史新晋 在我手里想让他活命 就痛快拿出赎金15万元 史维春听到之后破口大骂 你那么黑帮电影看多了吧 直接挂断 感觉对方是荒诞至极 自己作为一个农民 既不富裕也没有存款 这哪门子绑匪还给自己打勒索电话 所以就认为是有人在和自己开玩笑 直到史新晋一夜未归 史维春才想起向警方报案 博勒市警方虽然也感觉很奇怪 还是迅速受理了案件进行调查 仅仅过了一天 就有目击者提供证词 就那天晚上看到史新晋 和一个叫张德岳的在一起 警方马上就找到了张德岳 张德岳见到警察之后 就两腿一软 直接就瘫坐在床上 这人各种表现都很可疑 就把他带到了刑警队 张德岳早前曾因为涉嫌诈骗 被警方处理过 审讯非常的有难度 三个小时一声不吭 不管你怎么问就是不说话 如果没有证据支撑的话 传坏嫌疑人的实现 最多是24小时 不得不释放张德岳 史新晋身在何处 就很难从他的嘴里得到线索 既然如此 警方只能是自己去寻找 一批技术人员赶到了目击者 所指的地方 那天晚上有人看见张德岳和史新晋 进了一家民宅 而那个民宅正是张德岳临时租住的房子 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民房 内部的摆设杂乱无章 当时到现场的痕迹专家 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展工作 就是在这样表面看起来 普普通通的房间里 经过反复的筛查 警方还是发现了非常细小的可疑之处 那就是在屋子里的一个花盆的边缘 发现了一处低角度喷溅上去的疑似血迹 那警方推测形成如此低角度的一个喷溅状的血迹 极有可能是因为有人在这里进行了切割的行为 结合怎么也找不到被绑架者史新晋 判断有可能他已经遇害 民房就是破坏遗体的地方 那现场的血迹依靠技术手段 只能初步判断为人血 是不是史新晋等无法马上认定 可是另一边对张德岳的审讯时间即将结束释放 如果真的是一宗重大刑事案件 却因为没有证据导致嫌疑人跑路 这无疑会给之后的针料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 所以侦查工作不间断一直持续到深夜 所有人都没有放弃对线索证据的查找 逐步扩大范围之后 终于在院外墙角的一处灰堆之间有了重大发现 在炭火的灰烬中竟然翻出了被烧焦的人骨和牙齿残骸 再加上出租房内花盆上的血迹 足以认定这里发生了残忍的凶案 居住在这里的张德岳有着重大嫌疑 就在24小时的时限即将到达之际 警方凭借搜集到的证据正式对其进行拘留开展调查 后来DNA检测结果证实血迹和残骸正属于失踪的史新晋 在铁证面前张德岳只能认罪交代 2007年元旦他发现史新晋经常炫富 说自己的父亲和叔叔年入几百万不差钱 正赶上张德岳当时嫌赚钱太慢 所以他决定铤而走险 就以和史新晋合伙化肥生意为名交往 决定找准机会干他一票 三个月后的2007年3月5日 感觉时机成熟之后 张德岳将史新晋骗到了出租的房子里进行绑架 可让张德岳猝不及防 史新晋家根本就没钱 他就是一个平时爱慕虚荣 喜欢吹牛的年轻人 而且张德岳拨通勒索电话之后 还被史新晋的叔叔一顿嘲讽输出 张德岳很气愤的又打了第二通威胁电话 你不给钱我就要撕票了 他叔叔说了一句随便你 张德岳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加上为了这一票 和史新晋掏心掏肺交往铺垫了三个月 他气息外快 把所有的愤怒全都发泄在了史新晋身上 最终将其杀害并分尸 并仔细地打扫了现场 自认为清理得很干净 即使被警方找到 张德岳还是感觉问题不大 认为不可能找到相关的罪证 计划以沉默来对抗审讯 而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刑侦专家仅依靠一点血迹 就还原了整个案发现场 张德岳作案手段残忍 情节十分严重 社会影响恶劣 最终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伯洛斯看守所 积压了一年多之后 2008年7月21日 在天山脚下的新疆博尔塔拉戈壁的刑场 犯下绑架杀人案的28岁死囚 张德岳即将被执行枪决 法警就为法院法官对其验名证身 确定刑刑的地点之后 准备将其就地正法 就在法警举枪准备扣动扳机的前一刻 张德岳突然变得焦躁不安 说有重大的命案要检举揭发 枪下留人 我要代罪立功 就根据当时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 张德岳如果说的是真的 那死刑的命令就有可能会被裁定撤销 并且相应的减轻处罚 但这也可能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导致她胡言乱语 她说的会是真的吗 张德岳在刑场供诉两年之前 也就是2006年 一名叫杨燕的绵长女工被人杀害 并被埋在了当地的一个棉花地 因为对这个命案的时间地点说的特别详细 让在场的办案人员感到了不安 她的话必须要进行验证 最终经最高院同意后 决定暂时终止死刑之行 马上带张德岳去命案现场进行指认 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埋藏杨燕尸体的具体位置 张德岳说 受害人大概被埋在地下一米多 挖掘工作就此再开 炎热夏季午后的阳光炙烤戈壁 地表的温度接近50度 民警们顶着烈日进行挖掘工作 却始终进展缓慢 为了保护现场 只能是用铁锹搞头这些工具 因为地表杀石特别硬 导致挖掘难度很大 甚至铁锹都挖到卷刃 很多因素导致当时的工作效率很低 这也让人感觉到疑虑 作为埋尸地点既然如此难以挖掘 嫌疑人当年真的是将尸体埋在这种地方吗 那张德岳会不会是用这个借口垂死挣扎呢 毕竟张德岳这个人非常的狡猾 诡计多端 在关押期间还曾妄图杀害看守警员 实施越狱 并且制造了一些越狱的工具 但就在他准备越狱的过程中被当场识破 所以他的话所有人都没有把握 挖掘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晚上9点多 张德岳声称的女尸仍然是没有踪影 多位警员不间歇挖掘一天 只挖掘不到一人身 因为地狱的关系 即便是晚上9点过后 这里的太阳还没有落山 在场所有人都汗流浃背 随着体力到达透支边缘 对张德岳的信任也陆续被掏空 那现场的工检法人员商议之后决定 如果再不能挖出尸体 死刑犯张德岳将会重新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然而就在民警们又挖下几桥之后 突然出现了转机 出现了和此前地表成分不同的黑色泥土 伴随而来的是一股浓浓的腐败味道 警方把铁桥搞头全都撤走 拿小铲子一点点剥开泥土 随着遗体慢慢呈现在眼前刺鼻的腐败气味 也愈发强烈 最终这句已经古话难以辨认的遗骸 得以重见天日 和遗体一起被埋的还有一张身份证 上面的名字写着杨燕和张德岳 共词吻合 如果死者就是杨燕的话 那为什么两年的时间没有任何人寻找过他 杨燕到底是谁经历了什么 带着疑问警方赶往杨燕的老家新疆伊犁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杨燕的亲属 务农为生的杨燕家庭条件很差 每年也只能有几千元的收入 虽家境贫寒 但杨燕却是老家人公认的美女 根据家属的回忆 2006年9月杨燕不辞而别外出打工 两年来有无音讯 家人也试着寻找 但始终找不到 也就放弃了 往好了想 他或许是在外面已经有所依靠 不想回来而已 母亲是终日茶饭不思 杨燕的失踪时间 刚好与法医尸检的死亡时间大致吻合 但仅凭一张身份证 不足以证明死者就是杨燕 警员们提取了杨燕母亲的血液样本 和受害人遗体样本 从新疆博乐市 送到4000公里外的北京公安部 进行检测比对 因为当时的条件很差 当地无法对白骨进行检验 与此同时 另一组侦察员正准备对死刑犯张德岳进行询问 既然要立功赎罪 就必须交代所有涉案内容 作为一个赎罪的机会 他当然要把握住 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 将案情一整个进行了交代 张德岳回忆 杨燕是2006年9月来到当地 与自己的朋友 22岁的蒙古族青年阿杰恋爱 同年10月末的一天 阿杰告诉张德岳 两人发生矛盾 自己失手杀掉了杨燕 尸体就埋在了杀石料厂 但是那个地方不靠谱 就过来找他帮忙 希望把杨燕的遗体转移一下 张德岳没有拒绝 就去帮忙把尸体挖出来 一起转移到了棉花地 挖了一米多的深坑 重新埋上 另一边北京的DNA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结果证实死者就是2006年失踪的杨燕 张德岳的交代果然是真的 那按照他的说法 案情很快就能被侦破 因为犯罪嫌疑人被锁定 就是那个内蒙古青年阿杰 马上出动警力对阿杰进行抓捕和调查 只要找到阿杰 事件真相也就水落石出 可就在所有人都等待阿杰归案的时候 负责抓捕的警员带来一条 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消息 阿杰已经死了两年了 2007年4月 阿杰因为酒后无证驾驶 无排摩托车导致发生事故 车辆失控后翻下路机撞上大树当场死亡 事发当天张德岳已经因为绑架杀人案 被关押了两个月 所以说他不可能知道阿杰的死讯 现在张德岳说是阿杰杀了杨彦 死无对证 最让人头疼的是这个举动 到底算不算立功呢 死刑还到底要不要执行呢 这先要对案件的细节进行证实 如果阿杰被认定为是凶手 每一个环节思思入扣一切都成立的话 张德岳才算是戴罪立功 那先要调查的是阿杰的作案动机 事出必有因他杀害猎人的原因是什么 那目前涉案的三人当中两人已经死亡 凶手阿杰和杨彦的事情就无从验证 按照张德岳的供词 案发第一现场就是一间民房 可是已经过去了两年时间 在那间废弃的民房里 警方并没有提取到任何线索 埋尸的地方似乎也不太合理 张德岳说 阿杰先把牙验的尸体埋在了砂石料厂 因为土质太硬没有挖得太深 以至于受害人的肢体没有被完全掩埋 之后阿杰彻底蒙圈 慌乱之中找来张德岳 将死者转移到了棉花地重新挖坑掩埋 但是当地的地质结构 棉花地和砂石料厂的地表坚硬程度是一样的 如果为了尽快完成掩埋的话 应该是就地深挖 就没有理由找一个坚硬程度相同的地方 重新挖个新坑 然后过程中他们还要带着遗体去转移 很麻烦 更让人奇怪的是 如果真的是阿杰杀人 他为啥要找别人帮忙掩埋尸体 就不怕暴露吗 那对于张德岳的这种信任感 从何而来 就算是再好的朋友关系 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总之张德岳的交代 很多地方都不合理 矛盾重重 于是警方对阿杰和杨彦的关系 开始了走访调查 或许通过群众 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果不其然在调查中 此前所怀疑的不合理元素 全都被印证 当年和杨彦谈恋爱的对象 并不是阿杰 而是张德岳的哥哥 张德年 意外收获 张德岳确定是在说谎 他刻意隐瞒了哥哥和杨彦的恋情 而把阿杰给拖下水了 其实阿杰和杨彦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而已 张德岳口中的恋爱 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之后所谓的恋情中 发生矛盾杀害对方的剧情 也是假的 两人生活中也很少交集 死去的阿杰根本就没有作案动机 张德岳编织这个谎言 背后有什么隐情 他的哥哥张德年 会不会是真正的凶手呢 之所以怀疑到张德年的头上 是有依据的 那个掩埋尸体的地点 正是他的棉花地 如果张德年作案并埋在自己的地方 这外人很少到这儿 就很难被人发现 他在联系自己的弟弟张德岳 兄弟两人关系亲密 一起掩埋就比较合理 所以张德岳才会准确的知道这个地方 而且根据该地区的地貌条件 凶手没有太多选择 应该是没有转移的过程 而是在作案后就地掩埋 也就是说 这个棉花地 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于是警方就迅速盘查了张德年 可对于和杨彦恋爱的事 张德年矢口否认 他说杨彦确实在他家打工 但是却并没有谈过恋爱 而且在采棉季结束后 杨彦就回家了 之后两人再也没有联系 张德年很快撇清了与杨彦的关系 但这并没有打消警方的疑虑 可还是那个原因 已经两年了 很多事情都无法考证 不像是结婚 想证明两人的恋爱关系 是需要切实证据的 警方就把这些存在疑点的地方 反馈给了张德岳 这是张德岳万万没有想到的 竟然把侦查的重点转移到了哥哥张德年的身上 面对警方的再次讯问 张德岳鸡贼这个劲又上来了 直接闭口不谈了 你们问吧 反正我是戴罪立功 其余的事情我保持沉默 哥哥张德年不承认和死者杨彦谈过恋爱 检举揭发的张德岳沉默不语 这个案件算是陷入了僵局 警方再次来到杨彦老家 希望在他生前的物品当中找到线索 在一个私人的纸盒子里发现有大量的信件 都是写给杨彦的 而写信的不是别人 正是张德岳的哥哥张德年 而且这两人的通信时间长达六年 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年的时候开始 张德年就已经和杨彦相识 从信件里面可以看出他们确实在谈恋爱 而且这是杨彦的初恋 这两千年23岁的张德年 认识了年仅18岁的杨彦 他和母亲到张德年家的棉花地里 剪食棉花 张德年对他展开追求 却遭到他母亲的反对 可杨彦对张德年很有好感 背着母亲和张德年谈起恋爱 书信当中也记录了他们热恋 和遇到困难分手的过程 这两个人后来各自成家 张德年娶妻 杨彦在老家嫁人 不过两年后 杨彦就和丈夫因为感情不合离婚 可即便是在婚内 他们还是互相写信 从没中断过 2006年的秋天 杨彦不辞而别 被这母亲再次前往张德年家工作 剪食棉花 当他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 已经成为一具 在棉花地里被掩埋两年的枯骨 书信也在杨彦离开老家之后中断 张德年和他有着长达六年的感情史 但此前面对警方的盘问 却失口否认 无论怎么看 这个人的身上都有撇不清的嫌疑 但仅仅是不愿意承认恋爱关系 又不足以证明 他就是凶手 而且他的弟弟张德月 已经把锅扣在了阿杰的身上 如果真凶是张德年 弟弟在给外人甩锅 那么不得不说这个锅甩的太过精准了 就甩到了一个死人的身上 直接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 而且阿杰是在他入狱之后死亡 在无法联系外界的前提下 是怎么知道阿杰已经死了呢 警方秘密监视着张德月的一举一动 他在监视内的表现很震惊 很少和别的犯人交谈 经常一个人独处 若有所思 没人知道他的心里究竟在盘算着什么 如果这一切是他的精心策划 他要是通过什么渠道获取了外界的信息呢 监狱会有固定的放风时间 这个时候囚犯之间就可以进行放松交谈 这突然让警方察觉到 想获取外界的信息 并不一定是要与外面联系 从外面进来的人就可以给他最新的消息 而如果有一个新被羁押的犯人 同时认识张德月和阿杰 并把阿杰的死讯告诉张德月 把罪名嫁祸给死人的操作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根据在押人员记录 很快就锁定了一名叫做克尔吉特的囚犯 他交代在放风的时候 确实把阿杰的死讯告诉了张德月 而这样扬焰之死 基本就排除了阿杰作案的可能 而张德月预盖弥彰之下 他的哥哥张德年的嫌疑就变得越来越大 警方马上传话了张德年再次进行审问 在诸多证据面前的张德年终于承认了 但只是承认他和杨燕之间确实存在恋爱关系 他之前之所以隐瞒这段恋情 是因为顾及到自己的家庭 毕竟两人在婚后还书信往来那么久 对不起自己的妻子 孩子也已经很大了 出于担心和睦的家庭 因为这个事情遭到打击 所以他就不敢承认和杨燕的关系 2006年杨燕再次找来的时候 他也是拒绝了对方 但是关于杨燕被害的事情 张德年态度坚决说不是自己干的 因为证据不足 警方不得不将其放走 再次从张德月的犯罪行为轨迹进行调查 2005年10月犯下诈骗案只是为了搞钱 2007年3月却犯下了绑架杀人碎尸案 短短一年多时间 他就迅速的从一个诈骗犯 蜕变成为一个杀人恶魔 而这种突然的性情和犯罪行为的变化 就不符合犯罪心理发展的规律 中间似乎是缺少了一些 对他犯罪心理强化的诱因 从诈骗到碎尸案之间 应该存在一个过渡 那杨燕遇害的情况 好像就可以成为中间的一环 作案手段要比诈骗案更加残忍 却也没有后来杀害史新晋 大半凶残 而且杨燕遇害的时间 也正是出在两个案件中间 而这样的推演之下 难道杀害杨燕的是张德岳本人吗 死刑被停止执行的一个多月 2008年9月3日 警方决定重新提审张德岳 他没有当时审讯他的手写笔录 一万多字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修改之处 就是为了防止张德岳之后不认账 因为他们知道面对张德岳这般狡猾的犯人 如果在某一个字某句话上出现纰漏 都可能会导致被他抓住把柄 影响最终结果 由此他们让张德岳重新复述一遍曾经的供词 如果和笔录上的不一样 那就是他有问题了 就在一问一答的博弈之中 警方开始聊到了抛尸细节的供诉上面 就在这里张德岳出现了明显的重大失误 为什么要说是阿杰杀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阿杰死了 那这句话是典型的两头堵 如果他说是知道的话 却在之前一直都没有提起过 硬给死者甩锅 假装自己不明真相伪造合理性 如果说不知道就是很明显是在撒谎 警方继续施压 直接告诉他 克尔吉特已经交代了 你知道阿杰已经死亡的消息 张德岳不得不向警方脚鞋投降 2006年11月下旬 在简石棉花工期结束之后 杨燕拿到了张德年给他的1500元工资 准备回家 而见前眼看的张德岳却起了歹意 当晚他以送杨燕去车站为由 骑摩托车将其带走 在途经哥哥张德年家的棉花地时 直接扼住杨燕的喉咙将其杀害 并就地挖坑掩埋 拿走了他身上的1000多元现金 4个月之后 张德岳又犯下了绑架杀人案 被警方抓获 而在鸡押期间 张德岳无意间听到了阿杰死亡的消息 之后便一直冥思苦想 怎么将杨燕之死嫁祸给阿杰 以骗取活命的机会 他心里预演过无数遍 要怎样才能滴水不漏 直到2008年7月21日 他被带上刑场那天 开始了自己的正式表演 当时对张德岳执行死刑的2008年 根据当时执行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中有规定 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中 罪犯要检举揭发重大案件 有重大立功表现 可以终止死刑的执行 张德岳因此临门一脚 要求戴罪立功 从刑场重新回到监视之后 侥幸存活 对于许多民警来说 他们心情十分复杂 毕竟俗话说杀人偿命嘛 作为受害人家属 更加无法接受 可也因此让被埋在地下 两年的罪恶重见天日 这个伎俩虽然让他苟活了一段时间 也差点把自己的哥哥 张德年给推进深渊 可谎言终究是谎言 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 做辅助 在警方缜密的推进 和追求真相的压力之下 哪怕一个细微的破绽都会完成绝杀 而张德月自导自演这一出戏 让自己罪上加罪 没能逃过正义的裁决 像张德月这般 鸡贼无耻狡猾的死刑犯 其实很少见 死刑犯在临行前的表现 大多是因为愧对自己和家人 会对所犯下的罪恶感到后悔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很多识恶不赦之人 或许在法庭上还大放厥词 但在临行前 会彻底放下所有的防备 接受一切 他会回顾自己的一生 在大彻大悟之间明白 一切勾心斗角 成败得失 荣辱是非等等 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敬畏法律 也就是敬畏生命 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 到最后别忘了 点赞订阅打机 我谢谢你了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